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带您来关注您有买房的梦想吗 买房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 但也有人认为不买房比较自由 也不会影响生活品质 那么网络温度计透过AI舆情分析 处理了1000亿以上的中文资料 整理出网友买房几集不买房的 千五大理由 一早起床先打开投影机 转到运动频道享受收价时光 接着在手冲绿挂式咖啡 醒醒脑 整个空间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待在里面就觉得很有归属感 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使用起来的话就比较安心 刚买下这间房的时候 天花板每到下雨就漏水 所以我们有重新再把顶楼去做防水 跟室内重新做粉刷 现在全部重新拉皮 经过整理后 屋主非常满意 然后卫浴的部分就是 石砖全部重贴 然后防水就直接做到底 买房对许先生来说 有一种踏实感 比较自由 就自己想买什么家具 想装潢什么的话 都可以自己随意的装修 不用怕说 之后会有搬家的问题 或者是房东会收走 房价居高不下 但还是有很多人 有买房的想法 归纳为几个原因 包括准备结婚或生小孩 房子可以增值或保值 有些人想要转租当房东 有些人想要解锁人生成就 以及满足安全感 这是网络温度计的舆情分析系统 盘点出的买房理由 这些理由也反映出一些心理需求 买房子它除了提供你物质上实际上居住的地方 但是很重要 它可能也是你心灵的避风港 我们看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 那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它的生理需求 那再上位一点就是安全的需求 它其实反映的就是在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上面的 基本的生理需求 还有它的安全的需求 全球量化宽松之下的话 确实手上持有现金在保值的程度上面 可能不如去持有一定程度的金融商品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一波一头 因为不动产的表现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有很多的民众会认为 不动产它是相对比较抗通膨的标的 现阶段房价不断往上走 所以确实如果说要买一间房子的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这个部分上面也会让很多人 他把购物当作会是人生的一个 比较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那现阶段的一个事况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社会对于买房这件事情是持一个正面的态度 那这也加重了民众对于所谓的买房的期待 另一方面不买房也有理由 包括不想降低生活品质 希望资金能活用 担心未来缴不起房贷 房价太高买不起 房贷太贵只缴得起房租 以现在年轻人都买不起房的话 就先租看看 然后如果真的以后有家庭的需求的话 就是再考虑买房 因为以薪水来说可能买房的压力会太大 而且就是只会越来越高 也没有要降的感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房一族平均房贷 每月需负担约3.2万 换算下来等同于受房者72%的薪资 负担压力明显过高 在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都常常听到老一辈的人会说 这个房子是我一点一滴存钱 好 背了二三十年的房贷买来的房子 可是时代变迁 时代转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 他在意的可能是 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 所以我不想背房贷 我不想背房贷 所以我不想要一下背二三十年的房贷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水准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 以现阶段的事况上面来说的话 买屋跟租屋的族群 在主要上面的分类 除了所谓手上的现金的持有的多寡之外 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种租屋族群 多数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会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调职 或者是说未来毕业上面的一些状况 另外对于买屋族群来说的话 也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未来是相对比较确定的 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购屋的这样的规划 一方面可以达到储蓄跟完成人生梦想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它也可以解决居住问题 无论租屋还是买房各有优缺 仅仅能力是最大关键 TVBS新闻中等容张家宝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公务员一项被认为是铁饭碗 在过去不少人报考 但是最近这十年 公务员的报考率持续下滑 根据考选部统计 公务员高普考的报考人数 从2013年的14.6万 下降到2022年的7.1万 降幅已经破50%了 而分析原因可能就跟就业市场 多元蓬勃使得公职的优势减低 还有公务员的工作环境 难满足Z世代需求等等有关 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会去实习 可能会找跟所念科系相关的工作 看看自己适不适合 这位红同学念的是都市发展学系 他又考虑毕业后考公务员 但也想了解其他领域职业 就来科技公司的公关单位实习 我目前的想法是考公务人员 因为这个跟科系比较相关 然后公务人员也有比较好的工作保障 就是基本上你一做 就是可以直接到退休那样 这样相对来说 你也不会有什么职业 你在工作上也比较不会 一直换来换去那些 你这位同学很像 当公务员有很多吗 目前的话应该没有很多吧 因为感觉上他们 还是比较希望去私人企业 当那个都市规划的祭司这样 因为毕竟公务人员的薪资 涨幅其实没有到最高 年轻人想做公务员的手 问另一位实习生念气管系 他想在外商公司工作 我应该不会想要当工人 虽然是铁饭丸 但是可能薪水没有达到期望这么高 然后做的工作就比较单一 没有变化 对可能会有点小无聊 你会觉得就是说 工作一定要在同间公司待很久吗 我觉得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你到某个年纪 你就会想要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想法 那你就会想要转不同的跑道 不一定局限在同一个地方 以往被视为铁饭丸的公职 现在吸引力大减 根据考选部统计 公务员高普考报考人数 从2013年14.6万 2022年下滑到7.1万 降幅高达51.25% 考选部分析原因 除了少此话 还包括就业市场蓬勃 公职不再具有优势 国考成本高不符合新世代青年思维等等 而根据一份对Z世代做的调查指出 他们更加重视生活和工作平衡 不接受在下班后或假日加班 认为对工作忠诚已经过时 跟着我们调查 今年新鲜人最想从事的产业前三名 分别是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还有媒体跟自媒体产业 那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 过往都有在前三名榜单里面的公务人员 就是政府教育团体等等这样的职业 今年首度跌出了排行榜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 因为近几年 其实年轻人他们就业意向的改变 他们对于过往可能公务员给大家稳定 或者是薪资福利优渥这样子的吸引力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在了 他们觉得他们更重视的是弹性还有自由 另外像是年改 导致公务员福利薪资缩水 难免影响报考意愿 而询问公职考试补习班 他们观察到以往不少应届毕业生 会想考公务员 现在年龄往后延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世代 他们对于公职的向往程度降低 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 他们有更多有趣的工作可以选择 我们也观察到有趣的是 这些考生通常来自于文学院 跟社会学院居多 可能还有一些法学院 这一些学院就是文科为主的学院 通常会被认为说是 毕业之后找工作薪资偏低的 所以他们会比较愿意 在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就选择投考高不考的一般行政 也就是在做柜台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公谱 我们讲的公谱 就是民众是最高 服务民众是最主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很多的公务人员在职场上 受到来自于洽工的民众的一些 言语上的霸凌 是非常严重的 那现在如果年轻人越来越少的 情况底下 那却当然会产生 可能会未来的人才流动 就是人才的衔接 会有更大的问题 学者认为 若年轻人都不报考公职 会出现人才断层 也不是好事 政府需要增加更多诱因 TVBS新闻 张正安 王一杰特别的导 Z世代成为了现在职场重要的胜利军 因此跨世代的管理成为了新难题 尤其职场中的Z世代 最常被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不好管理 但也因为他们属于数位原住民 获取薪知的速度 以及学习能力 也不亚于其他世代 甚至更重视自己的工作目标 如果对我们误解的话 可能会觉得 第一个是我们 比较所谓的不受控 对 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误解 对 那再来是 我们可能在 比如说在压力的部分 比较难以做承受 职场中的Z世代 最常被认为太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不好管理 而他们最大的特色 则是数位原住民 我觉得 网际网路可以让我们 在成长过程中 可以有更多的资讯没有错 对 那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可以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 对 那我们也可以在 可能可以提早做学习这些等等 但同时的话 其实也更容易 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有更多的焦虑感 跟迷茫感发生 所以我觉得 在成长过程中 有网际网路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Z世代接收新事务的速度快 其实也增加 他们对于工作的明确性 一份工作能够为他带来什么 是他工作的宗旨 也是目标 我觉得 就是这个特质 跟这个达成目标的方式 并不是只有Z世代独有的 在每个世代 其实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为他的生活跟职业平衡 还有达成他自己职业目标 这部分去努力 所以我觉得或许在 可能再付出多一点时间 去上班这件事情 是Z世代表现他努力的方式 面对到这些年轻的求职者 你会发现 刚刚提到就是我们 他们特别的在意是 多元的 就是多元功能的环境 就是他们会在意比如说 会在面试的过程中提问 公司的 公司文化是什么 然后以及我们的 比如说团队的目标 公司的长期发展的愿景 这些都是他们所在意的 工作时机可以得到什么 相比他们的父母 对于职场上的态度也大不同 第一个是他们会希望说 可能可以在一间公司 要待到非常久的时间 这样才能证明你在工作场域 是一个稳定的人 对但其实在现代 就是在可能Z世代的工作族群 可能在现在可能三到五年 去换一个工作 去做多方场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Z世代已经成为 在职场上面的生力军 因此跨世代的管理 也就成为了新的难题 有国际的人才资源公司 就发现了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Z世代更倾向于 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过迁徙世代则是 比较喜欢在团队里面 和其他成员一起沟通讨论 在职场上与不同世代 交手过的迁徙世代 就很有感触 Z世代这边 他们非常重视的是逻辑 跟效率讲重点 对就是你必须要 很快速的去思考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或者你想跟对方 合作的项目是什么 如果是跟年纪教长的同事 合作的话 必须要先重视的是 伦理跟礼貌 对你必须要先装不懂 然后请教他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同世代所处的社会背景 造就不一样的职场态度 并不是非黑即白 仍然有他们所代表的特质 以及优点 但是在Z世代 我们非常重视 效率的环境下 会非常积极的去采用 其他很成熟的国外的SARS软体服务 去省掉那一到三年的开发时间 而直接进入战场 虽然大家的工作年资 还很浅 但是大家所具备的实力跟能量 其实已经不亚于 已经工作多年的一些前辈 他们的接受资讯的速度更快 然后也会主动搜寻的资讯 越来越广 所以他们在意的面向会更多元 包含就是工作的追求 以及价值观的多元 都呈现在他们仇值上面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 比较不是说 上一个时代不在意 而是说这个时代的 Z世代的年轻人更在意 Z世代逐渐成为职场上 重要的生力军 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 掌握Z世代的需求 以及他们的特色 也有助于提升工作环境 TVV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台报道 今年上半年 去日本的外籍观光客 大约是1778万人 创下同期新高 日元贬值也促使 仿日观光客增加 但是对于许多当地的 日本人来说 却不乐见日币持续的走贬 更有五成的日本企业认为 日元贬值是不利于经济发展 不过在日本央行 今年7月底宣布的升息 近期日元转强 专家就点出 今年第四季或明年 仍然有进一步调整利率的可能性 在铁板上翻炒的日式炒面 融入酱汁焦香 加入新鲜虾子花枝配料丰富 风味独特 日本版神梅田百货 以多元的美食闻名 2022年重新开幕后 一年来客数达3300万人次 海外游客就占了近半数 外国旅客毫不手软 大手笔消费 购买各式商品 带动百货整体业绩成长 打造四层楼的餐饮区 走到地下一楼 还有日本百货少见的历史区 韬客占成一整排 享受正宗的日本拉面 来日本一定要吃一碗拉面 像我点的这碗酱油拉面 只要350日元 换算成台并约70多块 十分划算 但我们在享受便宜日元的同时 日本当地民众的感受 却是一体两面 受到日元贬值影响 日本餐饮业压力沉重 原物料成本不断攀升 特别是牛肉海鲜仰赖进口 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是金刚很有名的 就是漫娱的派 以前我记得好像有 大概就是600左右 现在好像就日本就是涨价了 就是793了 拿起架上的饼干 发现便贵不少 茶茶是东京人 她说日元贬值 民生用品价格不断上扬 对日本当地民众来说 是噩梦一场 热源走变加剧了当地民众通膨压力 等于是变相减薄 不少日本人感到绝望 甚至已经无力负担 国外旅游 在东京的话 房租也是变贵了 对 所以然后加上吃也很贵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我 刚开始就是出社会的时候 大概就是日币薪资22万左右 对 但是现在有一些 刚出社会的人 就是也是不到20万的样子 因为就是生活很辛苦 所以就是国外旅行啊等等 好像都很多人都没兴趣 今年7月 日本魁为20年 焕发新超 新超发行的同时 日元贬值的压力仍存在 日本媒体报道 近5成的日本企业 认为日元贬值不利经济 但也有企业高层认为 这仅仅是短期现象 会有回升机会 的确日本升息比预期中来得快 日本央行在7月底 宣布升息至0.25% 重回16年前水准 但便宜日元的时代 难道要结束了吗 美国降息 日本升息 才有可能让日元 有比较大的幅度的反弹 但是要明显的回升 可能要等到第四季 才有机会 今年第四季 日本央行仍有进步 调整利率的可能性 现阶段日元还有六分田 但就怕田田价回不去 外国观光客 无法再减便宜 日元贬值升值 有好有坏 不是只有发观光才这么简单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燕轩 日本大阪采访报道 年长者跌倒是一个普遍 而且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跌倒可能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 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增加死亡的风险 而根据了解 年长者跌倒的原因 有生理因素 骨质疏松 只有衰弱的 老人家跌倒是个常见的问题 但这值得留意的事情是 年长者的跌倒 并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意外事件而已 这背后暗示着我们 一个人已经变为更为衰弱的情况 我们仔细想想 一个不小心被扮一下的动作 若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往往有着敏捷的身手 可以应付这种突发情况 但是这样的情境 发生在年长者身上 他们未必有足够的反应力来面对 甚至也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 来支撑偏移的重心 跌倒就这么发生了 由于年长者跌倒 容易产生骨折与其他的并发症 因此预防跌倒非常的重要 预防跌倒 除了从居家环境着手之外 运动训练也是有效的预防方式 跌倒的部分就是 老人家如果跌倒 不幸发生骨折的话 特别是宽部或骨盆骨折 其实一年内死亡率 大概世界平均是20到24% 那台湾有降到比较 男生大概15 女生大概11 对啊 可是还是高 对啊 所以基本上 而且功能推化大概一半以上 所以基本上能不跌倒 就不要跌倒 因为跌倒的最严重后果就是骨折 后续有很多并发症的可能 那如果想要不跌倒 其实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预防或是加强这样 那具体来说在居家环境部分 像在浴室啊 有时候很容易滑倒的地方 就会贴防花条啊 然后或是加一些扶手 当老人家至少要 真的要跌倒的时候 至少东西扶着 由于年长者跌倒容易产生骨折 与其他并发症 因此预防跌倒非常重要 预防跌倒除了从居家环境 着手之外 运动训练也是有效的预防方式 根据研究 进行平衡和力量的运动训练 可以减少跌倒的风险 平衡的训练项目包括 双脚避拢站立 单脚站立 避眼站立等等 特别提醒 进行平衡训练时 必须有治疗师或照顾者 从旁协助 以免发生危险 肌少症这个问题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肌肉质量会减少 这时候我们就还是要去 请我们家里的营法组 去养成运动的习惯 那运动一个人运动 是很无聊的 所以最好是鼓励 有他跟其他的同伴 一起去做运动 出门在外觉得容易不稳的 可能拿个拐杖或登山杖 对 那另外的话 其实身体健康很重要 如果你身体平衡好 肌力够 基本上也比较不容易跌倒 那这部分的话 可以去像现在房间很多健身房 是专门针对营法族的 或是一些有针对营法族的 物理治疗师 这都可以 可是有时候你怎么训练 都还是容易跌倒的时候 就要看是不是有疾病 那这时候就是要 可能要看一下 是不是神经内科 心脏内科 看有没有一些容易让你头晕 容易跌倒的疾病 需要去做一些诊断 连长者跌倒 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 若老人家如果跌倒的话 很容易造成髋关节骨折 或是脊椎骨折等问题 久而久之 不仅生活的品质会下降 若病况严重 也会提高死亡率 如何去预防跌倒 其实是在每个家庭 都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几项来看 第一个就是把一个家里的环境 要把它塑造成一个 比较不容易跌倒的环境 可能是要在一个容易跌倒的地方 要铺防滑垫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有可能 走廊的地方放个一个扶手 让这些老人家在走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支撑的动作 家里日常生活的时候 家里的器具 家具 尽量固定位置 不要随便去变动 然后家里可以安排一些 可以让你走路可以扶到的东西 或者是说营造一个浴室 比较扶手这种东西要做好 如果你已经有很多疾病的话 那很多药物的交互作用 可能也会让你 就是容易云 容易跌倒 那这部分可能可以找个医师 帮你整合所有的药物 一起分配一下 看哪些药物可以删减 骨科医师提醒 跌倒通常是很多种原因 造成的结果 任何年龄层若不幸发生跌倒 务必要就意检查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糖尿病的机会